第二日,俊帝一大早就提着两大石盒,来到小妖家院门口。香柳今日要回山里一趟,早早起了床,哪知一开门便见到了俊帝。他把俊的请到了里屋,小妖还在睡,他打算去叫醒他,却被绍号拦住了。他打小就贪睡,让他睡吧,我在这里等便是。 香柳炮来了一壶茶。少昊饮着茶,观察着小院和屋子的布置,清幽雅致,是上了新的。如果你不是九命香柳,不偏执地要帮贡公,把小妖交给你,我还是很放心的。香柳一笑置之。少昊放下茶盏,昨日你说的赌约,我应下。两日后,我带小妖回高薪,一月为期,到时如果小妖坚持要跟你在一起,我,愿成全你们。 但如果她改变主意,想与亲人团聚,也望你放过她,好聚好散。香柳以茶代酒,敬高薪王,系上赌桌,愿赌服输。因为有心事,小妖没如以往一样睡到日上三干。醒来后,枕边已经没了熟悉的温度,想必香柳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,她起床准备洗漱。 小妖。她回头,见到父王站在光秃秃的银杏树下。少昊朝她和须地笑着,一抬手,空中出现了一个水灵凝结成的鹰,鹰朝着小六飞冲而来,突然又变成一只大老虎,欢快地一蹦一跳。 这是小妖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之一,每天快要散潮时,她都会坐在店门的台阶上,伸长脖子,眼巴巴地等着跌跌,等看到那个疲倦孤独的白色身影时,她就会跳起来,飞冲下台阶,大叫着跌跌,直直地扑进跌跌怀里。 跌跌会大笑,一手抱起她,一手变换出各种动物。 少昊道,这二百多年,肯定有很多人对你说了各种各样的话,我原本也有很多话对你说。 你失踪后,我一直想着,找到你后,要和你说的话。 刚开始,是想着给你讲什么故事哄你开心,后来,是想如何安慰开导你,再后来,是想听你说话,想知道你变成了什么样子,再到后来,老是想起你小时候,一生生地换跌跌。 最后,我想,只要你活着,别的都无所谓,小妖,小妖忍不住了,终于扑进了俊队怀中,眼泪速速而落。 俊队搂住了女儿,隔着三百年的光阴,她的欢笑变成了眼泪,但她的女儿,终究是回来了。 小妖恩叶着说,他们说你,你不要我了,你为什么不去玉山接我? 邵昊青拍着她的背,当年,我迟迟不去玉山接你,是因为你的五个叔叔起兵造反,闹腾得正厉害。 西边打仗,宫里暗杀,刺杀毒杀层出不穷,我怕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,让你有个闪失。 所以想着让王母照看你,等我平息了五王的叛乱,再去接你。 没有想到你会撕下玉山,早知如此,我宁可危险点也要把你带在身边。 小妖低头哽咽道,可我已经知道我的身世了,我亲生父亲是,那又如何? 邵昊打断她,她抬起了小妖的头,直视着她哭得通红的双眼,斩钉截铁地说,我是你爹。 你是我的第一个孩子,纵使你不肯叫我爹,我也永远是你爹。 小妖忠于释然,又是笑又是哭,忙叫,爹爹,爹爹。 邵昊笑了,把一方洁白的手帕递给小妖。 小妖赶紧用帕子把眼泪擦干净,可眼眶酸胀,总想落泪,好似要把忍了上百年的眼泪都流干净,她只能努力忍着。 她领着她进了屋,把石河里温着的吃食拿出来,她见小妖昨晚胃口不佳,几乎没吃什么,今早一定会饿,便命人提前备了许多,毕竟她现在不清楚她的饮食喜好。 小妖也是真的饿了,狼吞虎咽地吃着。 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 邵昊笑着说,小妖心情舒畅,胃口自然好的不得了,我现在能吞下一头牛。 郡帝慢悠悠地喂她布菜,说,小妖,过两日跟父王回高兴吧。 小妖嘴里包着一口饭菜,突然停止了咀嚼。 不是抓你回去做王姬,只是想让你跟父王一起回去,见见你妹妹,还有静安王妃。 邵昊耐心解释,昨日和香柳在回春堂面谈,她知道她对王姬的身份非常排斥,她不会勉强她, 虽然,她确实很想给她一国王姬的尊荣和身份,也很想多和小妖相处。 但她知道,小妖需要时间,反正人找到了,来日方长。 小妖紧绷的身体,这才松懈了下来。 她知道,她是至亲至近的人,也清楚记得小时候爹爹是多么疼爱她。 可是隔着上百年的光阴,她渴望亲近她,却又尴尬紧张,还有隐隐的畏惧。 她吞了口里的饭菜,说,阿念我见过了,静安王妃,我去见她。 貌似不太好吧。 邵昊说,她和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。 小妖的脑袋轰得一下炸开了,手微微地颤抖,心头忍不住一阵刺痛,确定不是娘亲吗? 会不会是娘亲受伤失忆了? 邵昊的大掌覆盖在她的小手上,哀伤地说,静安王妃不是你娘,她们只是长得像而已。 我立她为妃,也是想着她容貌酷似你娘亲,你更好接受她,亲近她。 小妖燃起的那火苗般的希望轰然倒塌,她沮丧地低下头。 你若愿意见她就见,若怕勾起伤心往事,不愿意见便不见。 邵昊青拍着她的手。 小妖抿了抿唇,回高兴的事,晚点我跟宝珠商量一下。 邵昊脸上挂着爷鱼的笑,女大不中流啊,成亲了就知道把夫君摆在第一位,连跟爹爹回个娘家都要报备。 小妖害骚得不行,那总不能一声招呼都不打,说走就走吧。 邵昊看着她,笑而不语,她就明白父王又在逗她了,高兴王打小就爱逗她玩。 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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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农军营里, 香柳向贡公汇报了高兴王一事,也说了自己同他的赌约。 贡公文言,脸上喜忧参半。 沉默片刻后,探究地看向他,你考虑清楚了? 香柳点头。 那是王族,回去容易,回来可就很难了,贡公的眉头皱了起来。 我相信高兴王,也相信小妖,贡公盯住自己的翼子,转过身去,好半上才说, 就算他俊队能信得过,小妖回了高兴,这么大个事,能瞒到密不透风。 谁敢打包票,不会被有心人传到轩辕去。 他毕竟还是两国王姬,牵扯到太多方面。 香柳微微一顿,深吸一口气,压下神色里的担忧和慌乱。 陈吟道,那是他的亲人,孩儿不希望他为了选择要跟我在一起, 就舍弃掉他仅剩不多的亲人,尤其是真心疼爱他的亲人。 公公鼻尖窜出一声冷哼,少号算他哪门子亲人。 郡帝,或许骨子里是个残忍的人,但他是真心疼爱小妖的。 轩辕波和吃油的事情,他当年是全部知情的。 那三个人的爱恨情仇,聂元,公公微微地叹了口气,摇了摇头, 道,人出去能回来,自然是最好。 如果小妖回不来了,你想过你自己,该怎么办? 香柳望着公公,藏在袖子里的手收紧握拳,目光里满是沉痛, 嘴角勾起的是自嘲的笑, 我,不介意,什么结果我都接受,反正我在一日,救护他一日, 他想要的,我会尽力为他谋划好。 听到香柳的回答,公公长嘘了一口气, 不说话了,罢了,儿孙字有儿孙福。 他一时百感焦急,五味杂陈,挥了挥手,让义子离开。 离开之前,香柳听到义父在嘟囔,明明舍不得,还要故作大方。 是啊,他当然舍不得,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性导致他会离开他,他都舍不得。 他习惯了每日都能看到他,看他笑,看他闹,看他发脾气,看他耍无赖, 看他折腾出新鲜的事情,他习惯了每夜都能用他入怀, 那熟悉的体温和体香是他此生再也戒不掉的上瘾毒药, 他也想,最好就这样,日日月月,岁岁年年,都能和他过着平淡无奇,无风无浪的生活。 可高兴王说的不无道理,大荒的统一势在必行, 神农义军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。 倘若决战将至,他尚且不能保证自己能否全身而退, 届时还能有谁来护着他呢? 他的表哥和外野,他是不放心的, 唯有他的这个父王俊帝,可以托付。 所以,他不能让他和俊的断了关联。 从遇见他开始,喜欢是一场沦陷, 爱却是一种更深沉,更持久的执念和责任, 他必须为他考虑周全, 哪怕这个周全里需要舍弃掉他自己, 他也会毫不吝啬,毫无犹豫, 香柳处理完堆积的军物,才回清水镇。 此时,天已经全黑了, 他走到自家小院外,隔着矮矮的围墙, 能看到窗帘上透出昏黄的烛光, 屋内有模糊的人影。 他知道,那是他的妻子,他的爱人, 时而静静坐着,时而来回走动, 他终于也体会到, 什么叫做万家灯火里, 有一盏灯为他而留。 他人还没离开, 他便已经开始思念了。 他人还没离开,